4点16分 现在开车去机场 飞南岛Nilson 2022年12月1日 打工的时候感染上了新冠阳性 随即在家自我隔离一周 领了600纽币每周的政府补助金 和政府派发的一周食物 头两天发烧 吃了退烧药 之后一直在吃维C 神奇般的三天就转阴了 除了咳嗽和鼻塞外 没有其他的症状 来新西南半年整自己 终于阳过了 Nilson 谢谢 谢谢 謝謝 又來到南道了 機場是一個非常秀珍的小機場 地區型機場 現在走路去Pix Pinnacle Bar Pix花生醬 作為新西南本土企業 近幾年他家的花生醬 在小紅樹上非常的火 熱愛花生醬的創始人Pik Piktor 發現新西南市場販售的花生醬含糖量過高 他開始在自駕的車庫製作健康的天然花生醬 10年後 Pix成為了新西南市佔率第一名的花生醬 現在Pix花生醬每天在全球銷售2萬罐 坐落於Nielsen的Pix花生醬工廠 在每週的工作日向郵人預約開放 有專門的講解員跟遊客介紹這座企業的發家故事 和花生醬的製作工序 最後還為大家免費品嘗近期的新口味花生醬 Pix花生醬最大的特色就是不加糖 原味口味就只有花生 完全沒有任何的添加物 海鹽口味也只是多加了少許的海鹽提味 Pix的原料只使用最優質的澳洲花生 原因是這種花生擁有高於橄欖油 與其他花生的單元不飽和脂肪 可以幫助降低體類壞的膽固醇 還有高於30%的蛋白質含量 與7%的纖維含量 水龙巨蠅 極巨蠅 花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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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 火山花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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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 要划船才能过去 不要过不去 分裂苹果盐位于南岛Aber Tasman国家公园内 通过称为兵器的作用行程 其形状有点像一个被切成两半的苹果 因此得名 它坐落在距离海滩50米远的石堆上 就像漂在海面上一般 人们可以划着皮划艇去近距离 欣赏这个大自然的奇观 退潮的时候还可以走过去观看 美国律的石堆 都在广州下的梦晨 中文语 不够了 渗手 管 Sigum 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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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他走 德瓦伊科的瀑布泉是新西兰最大的泳泉 更是篮瓣球最大却拥有纯度最高的清澈泉水 瀑布泉以水的清澈度和排水量而闻名 泉水温度常年保持在11.7摄氏度 水下能见度高达63米 在太阳光的照射下 湖底的水生植物泛出不同的色泽 有点像九寨沟的熊猫海 瀑布泉是一处毛利人的圣地 在毛利雨中泉水的名字就是五沙之地 可以清楚地看到两口不大的泉眼下洁白的沙尘 不过处在水面上的人是无法看到水底下舞动的细沙景象 仅能欣赏到水下藻类植物的摆动和神秘梦幻的色泽 在毛利文化中这里是肉体和精神生命的源泉 象征着生命和死亡 所以在这里参观时必须保持对这里的尊重 不能碰触泉水 这片宽广的泉池与一般的湖水截然不同 从水面不断牵动化开的涟漪 就能明显感受到泉池底下的泉水不断地往上涌现的动力 沙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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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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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许会发现一个小惊喜 没错,这里就是Windows 10桌面的画面 这次就是在这样的休息日从Nielsen开车来到了这里 亲自走进Windows 10的桌布之中 去感受这大自然的美景与氛围 漫步走在西洋西下的海滩上 漫步在Windows 10的桌布之中 总觉得这一切毫不实际 却又是真实的景色 可惜今日午后的云层见后 日光透过云层散出来的只剩下晕开的光景 在此依然留下一张美丽的画面 这样的一幅美景怎么说离开后就此忘记呢 在新西南每趟的旅程都是独一无二的 每趟遇到的景色也都是与众不同 何不好好把握当下珍惜每趟旅程的时光 透过双脚、双手、双眼还有自己的身体 好好感受旅程带来的不同感觉 海滩上有一处岛礁 是新西南南岛北部海湾的重要标志性景观 拱门岛 Wilaliki海滩是一座未被开发 保留着原始风貌的野沙滩 这里的风超级大 连树木也被刮弯的腰 十分狂野 海滩既荒凉又美丽 汹涌的海浪不断冲刷着两座巨大的 岩石礁 一世而独立 有种世界末日的感觉 海浪延绵千里 平静时倒影清晰 仿如镜面 这样的风景是上帝给新西兰的礼物 犹如地土偏远 人际罕至 落大的海滩上通常只有零星几个人 或者只有你自己 这里禁止捕鱼 是野生动物保护区 如果在退潮时到达 能够看见沙滩上的小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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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滩上的小海报 会调查看沙滩下的小海报 我躲在偶像小海报 这宽子在沙滩上的小海没 看到时间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天气就没有昨天好 哇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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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尔森古董车博物馆自2020年8月开始让经典再次回归 已经成为了新西兰最大的古董车私人收藏机构贯穿110年世界汽车发展史收藏着超过150台各类经典脑爷车型号每辆车都精心维护是你近距离观摩Jagris Cadillacris Austin Rovers and Triumphs 等大排车的绝佳场所 这里是汽车爱好者的天堂在这里能感受到经典外观与设计更多的是一份怀旧感 这里是尼尔森地标性建筑也是重要的旅游地之一只需要花十九纽币就能走进这座南半球最大的数量最多的古董老爷车圣地 这些长年累月从新西兰和世界各地收集而来的古董车会让机动车迷们为之疯狂 结束古董车博物馆参观走路二十分钟就能够到达尼尔森机场真的是非常的方便 由于是国内支线机场都是新西兰境内航线完全不用安检起飞前15分钟登机即可 22岁的时候开始第一次独自旅行 比周围的人晚了一大圈 但我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 渐渐走遍了中国所有省份去过了全世界34个国家 而我的脚步从未停歇 这个多彩的世界像一个虫洞吸引着我耗尽一身经历去追逐无限的美好 我的未来从不属于任何人任何地方 就这么一颗吃热的好奇心引领着我不断去往下一个目的地 喜欢飞行喜欢空中思考 每一个去过的地球的角落都会在潜意识深处画下一枚心情卡片 不论时过境迁当时的思绪和心情也能被随时捡起回味 这就是旅行对我的意义 我的人生不是在旅行 就是在计划下一场旅行的路上 从不为任何人等待 如果你想跟过来 那就等你一会儿吧 就一会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